请不吝点赞 南下巡视对不对 太后自有太后的道理 德费啊 前几天宫里出了不少事情 皇后怀着孩子莫名其妙地走了 这放在谁身上都受不了 皇上他心里难过 我知道 这让他出去散散心 到处逛逛 张张见识也好 男人嘛 不能老指望他在身边 他想飞就让他飞 等哪天饿了累了困了 他自然会回来的 太后教训的是 这两天后宫情况怎么样 后宫 后宫还好啊 跟平常一样 是吗 我可是听说后宫为了立后闹翻了天 尤其是那个贤贵妃 我知道你受委屈了 不过越是在这个时候 越要撑得住气 让这些妃子们闹去 你该怎么样就怎么样 别担心 有我呢 谢太后疼爱 只是臣妾担心的不是后宫 而是皇上 皇上这次只带了两三个随从走 我总是觉得提心吊胆的 要是皇上带了别人走 我还真有点提心吊胆的 不过有鄂荣安在 有季晓岚这个老雕钻 放心吧 应该不会出什么乱子的 你大可不必担心 这个季晓岚实在太狡猾了 突然之间跟着皇上跑到江南去了 三位大人 别以为陪着皇上出宫 巡游江南是一件美差 要是皇上一天不归宫 你就得把脑袋别在腰里过活 要是皇上有什么三长两短 我想记小兰的脑袋 也别想抱得住 如此说来 这季老头杀头的机会更多了 李姬 以军机处的名义 发函给江南各部省 一旦发现皇上的行踪 必须马上汇报朝廷 并且负责皇上的安全 是 皇上在哪一个的地头上出了事 哪一个就要以国法处置 但是 刘大人 那些地方官员都没见过皇上 他们怎么知道谁是皇上 谁不是皇上 这是皇太后交给皇上的小金印 随密函发至江南各部省 见印如见军 刘大人 请过目 立即找快马 火速送到江南各部省 是 别以为只有在皇上身边才算是给皇上办事 刘大人 皇后中毒的事情调查的怎么样了 皇后身亡 当时在场的宫女太监都已经进行了盘问 都没问出什么 至今毫无头绪 那宫女连二的公子 看来倒是很蹊跷 她好像知道什么 但是她什么都不肯说 不肯说 还是不想说 刘大人 您的意思是 要查 毒杀皇后的凶手 我看 就从后宫开始查起 调查重点 要放在那些生了皇子的娘娘 调查之事 估计一时半会儿还不会有头绪 皇太后就一直催着要重新立后 这事怎么办 皇太后一直偏爱德贵妃 想把德贵妃扶正 不过如今皇上又不在宫里 我们也就打个哈哈 等皇上回来之后再做定夺 宝宝乖 来 好嘞 宝宝乖 好嘞 按说这皇宫说大不大 说小也不小 怎么就有些个人这么不自重 偏偏自己送上门来找没趣 是不是啊 宝宝 这狗倒是长得人模人样的 这人怎么长得一脸狗像 你 我 我怎么啦 我 你也不刷插开你自己这张臭嘴 在外面造谣声势 你也不看看我仙鬼妃到底是什么样的人 我 你什么样你 你也不看看自己长得什么狗得心 狗鼻子狗眼睛 还真是狗狮子 你别以为你在外面造谣声势 你就已经飞上前当上皇后了 你 怎么着你敢打我 别吵了 别动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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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救命 贤妃姐姐 好姐姐 饶了我吧 饶了我好姐姐 饶了我 知道错了 知道了 以后还敢说我闲话 不说了 不说了 怎么样 这个造型不错吧 我的宝宝 你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了 你等着 我要到德飞那里去搞你的状 好 你去 你别以为德飞后面有太后撑着眼我就怕了 我当时要看看她的把我怎么样 好 好 救命啊 德飞姐姐 救命啊 怎么了 一飞妹妹 都怪贤妃 她不分青红皂白的就跑到我那里 把我的宝宝弄成现在这个样子 姐姐 你要替我做主啊 你们之间是不是有什么误会 不是的 她是存着心来欺负我 她不光欺负我 她还口口声声说姐姐您的不是 说什么 您即使有太后撑腰她也不怕你 她长大不悟 反正我是没脸接人了 姐姐要是不给我做主的话 我还不容易撞死算了 你做傻事 贤妃真的是那么说的吗 我错 是我说的 那又怎么样 咸妹妹来了 大家都是好姐妹吗 有什么话说不开非要动手呢 让奴才们看见了多不好 这说的比八歌唱的还好听 难怪太后只喜欢你不喜欢别人 妹妹说的哪儿话 太后对谁可都是一视同仁的 你就别藏着掖着了 太后最喜欢哪位娘娘 前功后院随便抓个小太监过来问问谁都知道 什么姐妹 咱们想的不都是一回事吗 妹妹你说什么 我真的不懂 不明白 不明白 不明白才怪呢 看你一副丝丝文文贤淑良德的样子 谁知道你肚子里面是不是装雷肚子坏水了 妹妹说的如果是立后那件事的话 我想你是误会了 我根本没想当皇后 请妹妹放心 不想当皇后 谁信呢 你就别在这儿演戏了 看得我真恶心 你以为你得到太后的恩宠 她就给你做皇后了 你想的美 太后年纪大了 脑子糊涂了 可是皇上心里面还是清清楚楚的 总有一天 皇上和太后总会知道谁是真正的贤淑良德 你先回去吧 以后说话要小心 谢谢姐姐 老祖宗吉祥 这是刮的什么疯 几辈子没见面的人居然想到来看我这个老婆子 太后 听说你最近身体不太舒服